一臂的影音 我覺得一臂的影音其實相當完整 已經踹出了我們今天所要談的所有的問題 剛剛一臂講到說 我們定了這個人權公約的事情法之後 想要把那個人權公約的內涵內管化 結果碰上了一個問題 就是自己的法官不認為可以當作一個有效的 有拘束力的法律 那理由是因為我們不是一個國家 我們沒有辦法跟一般國家一樣的 去完成那個簽署的過程 不過你了解到這一點 你可能就會開始想一想 那個我們當我們不是一個國家 或被認為是一個國家的時候的問題 那我們也反過來想說 當我們今天希望自己是一個新國家的時候 或是一個國家的時候 這有什麼可怕呢 那就是為什麼 就是這有什麼可怕 我們反而有需要讓自己的這個國家的時候 可以確認 那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就是新國家的人覺得是很棒 那看起來是新國家 不過新國家我想 即使通過明天的投票之後 應該還可以有誕生新國家 那怎麼樣誕生新國家 當然有不同的做法 不同的做法 有一種工程 是我們也許可以讓它 在某種方式產生的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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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重寫一部憲法 OK 透過重寫一部憲法 把我們的這個國家的這個樣貌 跟價值 透過我們自己的手段 把它亮現出來 這也可能是一個 產生新國家的方式 不過產生新國家的這個一部 還有一段 但是明天開始 我們有可能比較快的產生新政治 當然 我們對於這個新政治的計畫 應該就是 就是 在通過了我們前這兩年 就是 318一段時間的 在往前追溯的經驗 那種 痛苦的經驗 就是舊的政治帶來的經驗 我想 今天 明天那個選舉事會 會受到很大的重視 大概都是我們有一點 多多少少期待它會生產出新的政治 這個新的政治 那這個新的政治裡面 今天的主題要談的 之一是 新的政治裡面的政治權 那 我們那時候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討論這個政治權 其實想要從一個講的部分 很強 講出了切入 叫做 多遠的民主產業 多遠的民主產業 講到政治權 我們比較 通常會 想到的 就是 就是狹義的參選選 就是 明天做的投票選 或者是 作為一個 被選舉人的 這個 被選舉選 大概是這樣子的 可是 我想各位 如果 對於 318那個 街頭的 那個 街頭審服號 這件事情 還有印象 對於 後來的 這個 發展出來的 什麼 iPhone 什麼東西 如果還有一點印象 或者 再往早一點 在318之前 就 這個 冒得很大的 那個 核四共同的問題 如果你還有印象的話 你大概可以 你現在大概 已經可以知道 比如說 所謂的 政治權 那 絕對不會只限於 我們去投票 產生一個代議事 簡單講就是 現在的民主政治 已經體認到 國際化 國際上的體認中 已經體認到 那個民主的 定義 絕對不只是 用代理政治 來涵化 回到 民主的最原點 就是 人是那個 政治的主題 每一個人是政治 每一個人是國家的主題 所以 在這個 談到 民主的 制度裡面 就要 重新想 這個制度裡面 除了 代議制度之外 我們的人的主題 是不是 可以 其他更多的廣告 進入這個主題 就是所謂的 多元的 民主 差異 那我們 比較 講具體一點 具體一點 就是 我們在這個國家裡面 我們怎麼樣進行 投票選舉 以外的 民主參與呢 怎麼樣進行 政治學呢 一個程式 是 生活的程式 就是說 我們在 生活 以及政治 所以我們有可能 在我們 的普通生活當中 像我們今天這樣子 有一個 論壇 然後 我們彼此交代 關於這個國家的看法 彼此談論 這個 關於這個國家的 公共事務 這是一種 意義的 民主 這是一種 意義的 政治活動 不過我們今天 比較的講的 不是這個東西 比較的講的是說 如何把這種參與情勢 把它植入 國家的制度裡面 就是 一種 正式的 機制 正式的管道 是我們可以這樣參與的 我們可以這樣參與的 那 在這裡面我們可以說 其實 即使在比較早的時候 可能十年前 這個國家就已經有了 某一些 投票選舉以外的 公民參與 這個 國家政治的機制 這個機制呢 來自於我們 那個 法律上所謂的正當程序 和觀念 落實在什麼地方呢 落實在我們一部法律 叫做行政程序法 那行政程序法裡面 就已經規定了 某一些 人民的參與機制 就具體來講 譬如說 聽證程序 OK 那 即使講聽證程序 譬如說 你是一個厲害關係的人 你對於一個行政機關的角色 你做為一個厲害關係的人 你應當有在 陳述東章 當中表達一切的機會 應該是如此 應該是如此 所以我們其實早在 應該說二十年前 就已經 有這種機制在法律裡面 只不過這個觀念 或這個認知 對我們來說 還是相當的深屬 那這個思維相當深屬 是因為 法律定覽之後 我們國家的 這個 權利者的身 就 基本上就把這種 參與 我們的參與群 透過行政的手段 給淡化掉 給淡化掉 所以這個 是說 這不是太 太吸引的事情 人民 以這個 當事人 或利害關係的人 的身份 來參與國家權力的 運作這件事情 這其實不是太 不是太遙遠的事情 才對 不過 我們都可以留在這裡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說 在明天之後的 新政制 我們可以想像一些 迷惑 做 在這個國家裡面 正式廣告 進行參與 的 這個行動 呢 我們想說 可能 國家有實在這種權力 立法 行政 司法 這種權力 其實我們在這下 這種權力 都有 參與的 權力 參與的 制度 不允許 再講高一點的就是憲法 即使是像憲法這樣出現的東西 我們剛剛講過 憲法這個東西就是 這個國家的 基本的 這個 面貌 或 基本的圖像 其實這個東西 我們就 有參與的 權力 參與的制度 不過 時間沒關係 我們就先把 憲法的緣份 放在最後講 因為那次我們 今天最想要講的緣份 那我先跟各位 談一談 講一下 就是從 立法 行政 司法的小規模來講 我們可以有哪些 忽略參與的想像 我們先把這個 立法 立法 就產生法規範 產生法規範 除了透過 我們的立法院之外 以我們可以 直接進出法律呢 都可以 各位 你想到嗎 你透過什麼樣的權力行使 可以進出法律 創制補絕權 就是 公民投票 所以各位想到 在 代議制度之外 我們 所享有的 直接參與的 直接參與權 直接參與權 其實就是 第一個 就是公民投票 OK 公民投票 各位 如果想一想 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的說 我們在 核四這件事情上面 這個 因為將一話 去操作一個 操縱型的 核四公投 所以 讓我們再度注意到 我們的公投法的問題 各位 如果沒有印象的話 就是 我們都說 我們公投法 就是 有一個很高的門檻 這個很高門檻的 這個作用 就是讓你公投沒有效力 不管你想做什麼 OK 你只要 進入了公投程序 那個門檻移不過 就表示沒有效力 沒有效力 沒有效力就是 什麼意思呢 就是 就是 你只想透過我們的 公民投票權的實際 來改變政治 以 碰到第一章來 最重要的 新政治裡面 我們所要想像的 一件事情就是說 在新政治政治裡面 我們的公民權 公投權 是要如何的被實踐 那 如果各位有一點印象的話 就是 318之後 不是有一群人出來嗎 黑腦青 出來談 那個 公投法補正 有印象嗎 OK 就是 保護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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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投法補正 公投法補正 訴求的就是 公投法的能反向 跟公投能反向修 不過 跟各位 各位講 其實我們真的需要的公投 把公投制度的修正 應該是兩件事情 第一個 我們應該 順法讓公投學 互憲 也就是說 把這個直接靈權呢 直接彰顯在憲法裡面 之所以需要這樣子 是因為 長期以來都有一種理論 這理論是說 當 我們在民主制度下 當選民把投票 把這個 票投下去 選出代議席之後 我們就上失了權力 OK 我們權力就全部讓不給 這個代議席 所以就把公投 當作一個什麼 當作一個 不應該的席 原則上不應該是個代議席 選民 那現在 我們已經知道 這裡其實不是真的 這裡不是真的 沒有能道理說 我們選出了一個代議人 我們就變成了奴人 或是我們變成奴隸 他是我們的主要 一個道理 為了要克服這樣的說 所以一件事情 是我們應該設法去追求 讓我們憲法的當中 直接去承認公民得到權 所以第一件事情 要做的是 我們讓公投全部限 第二件事情是 我們的公投法 不是要保證 應該是要重新 因為我們去研究 我們的公投法 各位要解決 公投法的問題 不僅僅是 那個崩潰的障礙 我們還有一個機構 叫做公投 審議委員會 他可以把你的公投的提案 用他接觸性的操作方式 排斥不中 他就是一個 水查人民公投權的太上級關 這種東西必須要談到 除此之外 還有很多 還有不要想 例如說 例如說 這個 我們沒有可能 公投的結果 可能會侵害人權 例如說 最近 那個 信心希望聯盟 有沒有 OK 沒有愛聯盟 沒有愛聯盟 對 不講愛聯盟 他要透過 他去 透過那個 推動聯署 他想要去推動 某個 公投提案 說 要修改 或是婚姻房秘需要經過 等等 那有人就說 其實 想要透過 民主的方式來 實現某種 人權的限制 或者實現某種歧視的制度 這基本上 民主可以侵害人權嗎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一個好的公投法 其實他 連這個公投 公投的這個 公民投票的制度 跟人權之間幾單關係都必須要處理 所以 我要講的是說 裡面的問題很複雜 但是 我們公投法需要的事情 絕對不是只有補證 需要整個人形 讓它變成一個公投保障法 但是 兼具那個人權保障機制 這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直接民主 那 這就是我們的一種立法權 但如果進入了代議制的立法權 我們對於代議制下的立法權 我們有沒有什麼參與的權力呢 參與的空間呢 我們說 我們應該是很像的 第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第一件事情是 我們的限額不會結構 它的選擇的因素 使得這個社會上 有許多的價值 是沒有人可以代表進去的 這就是我們這次 那個小黨的這個 進入國會障礙的問題 所以你要講 多元的參與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多元的價值 不需要進入這個代議制 那你要做到這件事情 勢必要對我們現任的國會的結構 做變更 所以我們需要什麼 我們需要 憲法改 修憲 因為我們現在的國會選擇 是定在憲法裡面 所以我們要打破這個障礙 讓多元價值進去 我們就必須要修憲 修改我們的現任國會選擇 除了這個之外 這個 當國會要 當立法院要制定法律的時候 它可能跟你相關 OK 跟很多人相關 譬如說 他制定 跟農業相關的法律 或者他要去審那個 服貿 服貿易協議 跟很多人相關 那你作為一個相關者 你有沒有參與權呢 可能說 其實在代議制之下 我們也應該 要有參與權 就是說這個立法或者不是 立法者自己說得算 他不是代議制定說得算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應該有權力進入 這個體制 我們可以怎麼樣去設計 我們說 有一個所謂的 國會聽證權 國會聽證權 所以不但參與 你說的話 也必須要被記錄下來 而且 這個記錄呢 是會影響到這個決策 所以我們 我們還要進一步的推動 這個 國會的感動 從法律的層面去 這個 從洩法到法律的層面 去建立這個 國會的政權 目前可能是不能用的 除此之外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國會立法院的審議 原則上是不公開的 就是不開放 他透過他的內部的規則 會去限制你進入立法院 所以各位 你有進入立法院 去聽他們的委任會或審議嗎 從來沒有過 OK 所以你可以講 就是那個立法神訊 對你來講 就是大黑小 所以我們不要取得 所以我們不要取得 在取得對立法的 決定的參與權 我們還需要去爭取什麼呢 爭取那個 國會的審議 它的程序 必須不開 必須脫離 各位 這些事情要怎麼改 這些事情 其實 必須要靠 施壓 要靠運動 就是你不能期待 自動會去帶他 OK 所以 我們底下講的也是一樣 當我們要爭取這些 多元參與的管道的時候 我們要這個 多元參與的政治權 能夠被實現 一定是兩件事情的並行 第一個 是制度的建立 第二個 是運動的施壓 這兩件事情 永遠是必須要並想的 因為你沒有制度 就永遠能行 但是你有的制度 你不施壓 那個制度 不會自行 不會自行 不會自行原作 所以 我們要得到這些東西 大概就是 兩界制度 就要平同 同時理解 建立制度 讓我們不自行 但是不能忘記去讀書它 這剛剛講的 是立馬說 那行政權其實 跟大家更相關 更相關 剛剛提到環境問題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環境問題 都是在 國家的權力 無斷的情況之下的產生 OK 最常見的操作是什麼呢 說 我們要進行環評 對不對 環評要先主行公民會 那公民會怎麼做 就是 明天要開來 今天通知你 你知道 就是沒有辦法 你就沒有辦法 直接去參加 OK 好 那這是怎麼回事 這怎麼會辦呢 這怎麼會辦呢 定律法律嗎 我跟各位說 其實 從法律規定的角度來講 我們已經有法律規定了 我們已經有法律規定了 它只是不怎麼 不這麼完全 我們講的是本聽證 或公聽會 或正當場序學者 其實法律本身有問題 但是我們要進一步的 進一步的去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 法律本身 必須要做一些修正 調整 就是我們剛剛講一下 那種重要事情的聽證 在我們現代法律裡面 那個聽證是 德舉行聽證 在行政程序法裡面 是德舉行聽證 你知道 所以所有的案件 去說 必須要舉辦聽證的時候 那個主管基本上都說 旅法無據 什麼叫旅法無據 因為沒有法律 要求我一定要這樣做 聽懂我的意思嗎 OK 這就是它的方法 像航空城就是這樣子 航空城是後來舉行了聽證 就是 去年 九合一大選之後 換了 市長 那個 鄭文燦 鄭文燦 被偷要舉行聽證 為什麼 因為那是他 選前的承諾 但你知道 他如果不履取承諾 你也沒有 他剛剛沒辦法 所以 我們如果要 這個 讓我們能夠在 日常生活中 這種行政權的運作裡面 有機會參與 在法律規模上 裹要去爭取的是 一種 立法的調整 就是要把 強制聽證和機制放進來 除此之外 我們需要套私法 套私法 就是說 像我剛才講的 那個 工經會舉辦 前一天才發工資 其實從法律規模來看 他這個表面功夫 也是違法的 那是實質的違反正當程序 那這種情況要怎麼糾正 其實要控法院 就是 你要控法院 我們去 如果你敢這樣做 那我們的後盾 就是私法 私法會說 這種程序 操作叫做 權力耐用 因此 就把他的這個 這個行為 當作違法的處分 就會 撤銷他 讓他走進來 好吧 可是我們有發生過多種 這種結果 裡面的說 法院說 因為你是一個 這個 事前 前一天才來才發工 所以這個不是真正的 正當程序 把它撤銷 有沒有 所以幾乎沒有 幾乎沒有 為什麼 這就是法院的問題 就是 我們 法院 法院 它基本上 它是法律專業的數量 所以它應該能夠用這些法律工具 來處理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的法院 不 就是 常常都是這樣做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說 我們要 實現我們法律上 已經付給我們的這些參與權 還必須私法能夠過得改革 所以這不是一個很容易的事情 常常就會跟我們後面所講的司法權 這個參與有點關係 需要做司法改革 好 那 不管怎麼樣 就是說各位 有這些事情 我們要去做 還有一件事就是 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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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一個資訊公開 可是你現在根據政府法律 去根拐到 那個 課綱未條 等 程序資料 它 一欲拒絕 它說 因為 這是 可以另外用於公開的資訊 這就是涉及到我們的法律本身 它 那個 政府資訊公開法的 要求 就是 破補反送 就是 對行政機關的要求 破補反送 所以我們還需要 進一步的 對這個法律 去做 修正 讓這個 讓這個 資訊公開的要求 對政府機關的居數性能大 如果我們不去做這個事情的話 有很多的事情是因為我們得不到資訊 所以你根本沒有辦法去對抗這個證明 太多事情 剛剛講的 這個課綱是一個問題 那各種環評要資訊要資料也是一個問題 我們剛剛講的 立法權也是有參與權的 行政權也是有參與權的 司法權也沒有參與權 司法權也沒有參與權 我們目前是沒有參與權 沒有參與權 我們的司法的狀態 就是 法官 職業法官 它擁有整判權 你只是一個當事 你的參與權就是以當事人角度參與 然後你如果不是當事人 你大概是就沒有參與的機會 不過 或是法 因為長期來是由職業法官來決定一切 所以也產生了很多的問題 簡單講就是 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話 江國慶案就是一個大家所熟知的例子 江國慶案是一個例子 蘇建文案是一個例子 有很多的 所以 法院的判決 其實是因為 法院 他不需要受到外力的監督 所以他權力不大 那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很有很多的經驗 所以 我們也應該去想一想的是 司法這件事情 是不是應該有 要有公民的參與的機會 所以現在有司改的問題 他們所希望做的事情 就是 在憲法裡面 放進了人民參與審判的別者 至於人民參與審判 不是用審判的參與 是用陪審制度呢 還是用其他的某些制度 那個基礎性的事情呢 可能可以再討論 但是 如果沒有這個人民參與審判的基礎 法官的權限沒有被分權的話 那 司法的很多問題 不能解除 所以 講到這個民主參與 其實 那個 司法也是要有民主參與 有很多國家 他要不是有陪審制度 就是有參與制度 那也都是因為什麼 也都是因為 職業法官 他權力過於集中的結果 會產生有些毛利 那這些 這些政治權的概念 或參與的概念 其實各位可以拿到 各位的不常生活裡面 和校政治場合去看 例如在學校 學校大學 大學裡面有什麼 這個助理 那助理 的這個 地位 叫做什麼 勞務行的還是學習行的 你可不可以享有勞見法 這件事情 那學校他會去 定一個規則出來 定規則出來 他定了就對了 那實際上他會影響的權力啊 你有沒有參與的機會 你有沒有參與權 其實如果我們對於民主政治的了解的話 其實在學校裡面的這些程序 我們也應該有參與權 從正當程序的角度來看 也應該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是可以把這個參與的觀念放進 放進我們的不常生活中 其實是告訴我們什麼 講到高中我就順便講一下 就是剛才提到說 我們是高中政院投票權 這也是一個政治權的問題 各位 我們是現在所有民主國家裡面 最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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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投票年齡還定在 為是最後一個國家 最後一個 各位 可以講一下 你覺得台灣是最落後的國家嗎 你們是最落後的青年嗎 你是最落後的高中生嗎 全球嗎 你應該不是 所以 講到這個東西 一個 很重要的參與 參與你們看 就是我們的參與 參政的能量 這些東西 我們要去 專屬它 開它 最後我要講的是 我們剛才所講的 那個打開 有很多地方是從縣法開始打開 所以各位 我們公營憲政被動以後 我其實在推這件事情 就是 我們要打開我們的新政治 我們要建立我們的新國家 從什麼地方開始呢 從我們一起來 重寫這個憲法開始 你可不可以寫憲法呢 憲法不是那什麼過去的國民大會在做的事情 現在的立法會在做的事情嗎 你有權利寫憲法嗎 比如說 是的 你有權利 因為你就是這個國家的憲法主題 你就是這個國家的國家的主題 為什麼沒有這個權利 你說什麼做 你說其實現在 已經有 許多的立體出來 你看那個南非 南非這個國家就是 它透過人民參與 共寫一個新憲法的過程 人民 南非的面積很大 比台灣人要大多少倍 對不對 他們透過 當然要透過政治力 政治就是政治力 或公部門的佩服 政治部門以及人民共同來寫一步 新的憲法 也是他們有一個南非的寫憲法 就是他們的共同 而且為什麼 OK 立黨 也是 有一些國家 只是為了 什麼呢 為了一選制 就來人民寫憲法 就是我要改變我這個國家的 國會的選制 決定不公 那時候我就透過人民的方式 來重寫這個規定 而 這套程序 這套過程 就是 打破了過去 是由戴利士自己討論 決定 政黨協商 而是在過程 而是 我們都是 程序的參與 一份子 有一個過程 而其實基於這個想像 基於這個新政策的想像 公民憲政會議 可以用聯合的先動了 我們從318之後 開始做的事情 就是想要推一個 由下而上的全民寫憲法的運動 那去年的6月16號以前 我們曾經 這個 去推一個藍圖 那 試著跟政黨 去做這個政治合遂 合遂 但是呢 最後 因為政治力掌握在政黨手上 所以是又一定會過 但是我們並沒有放棄這個肯定 所以我們現在打算的是 在新政治誕生之際呢 我們希望 能夠把 這個 台灣 由人民寫憲法的這個 機會 把它 透過防禦的方式 把它建立出來 好 那 科目法律的方式 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直接去修憲 那修憲要很高的修憲分架 要公民投票 可是我們推一步法律 讓我們去參與修憲程序呢 只要國會呢 我們 過半數的體力解決 如果我們有機會 打造一個新的國會 讓這個 多元的政黨進入這個國會 那麼我們 就蠻有機會 來推一個 全民寫憲法的法律 然後讓大家來參與 雖然 各位感聽憲法覺得很陌生 不過 如果我們今天可以開始聽 一起聽 一起談政治權 一起談本樣的經濟權 我們 為什麼不可能 接下來談 我們的 憲法來講 什麼樣子 好 以上是我的一點點說 謝謝 非常謝謝韋羲老師 從幾個角度來看 這個問題 剛剛問那個新國家的那個朋友 好像已經離開了 不過我們現在知道 要建立新國家 對不起 要建立新國家 國家可能沒有搞革命 我們只要一起來寫一部憲法 這樣子 可能就足夠 那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先請 松玉老師 先來講經濟權的這個部分 然後我們最後再開討 大家一起來討論 好 謝謝 好 我一邊開始 就是 就是 我今天想要講的問題 主要是 要 想要從 人權的這個面向 來 回應 我們現在是 回答中非常嚴重的 這個貧富不均的問題 那 貧富不均的這個情況 我想我就不用再多說 就是 我們的這個財富的分配是 非常的 可以 可以 好 那我就照著委員監主編的說 就是說 雖然我們剛剛一開始介紹說 台灣是經過了這個法 國際的人權公約法 內國法化之後呢 我們現在透過了公約事情法 讓人權的觀念 變成一種國內的法律制度 但是 我們其實 或者是我今天更想要讓大家去想 是說 這個人權並不是說 我們把它從國際法 把它搬回台灣 就完成了 人權的這個事業的完成呢 是在於 我們每一個人 都覺得 都知道什麼是我的權利 那因此 我們必須去了解 什麼是權利 我應該有什麼樣子的權利 我如何去爭取我的權利 政府應該如何保障我的權利 那這些事情呢 都是我們必須從頭開始想的 我們沒有辦法說 因為別人想過 我們要搬進來就好 所以我稍微講一下說 我們之所以談人權 我覺得有幾個方向 第一個是說 為什麼我們談人權 是因為真的就是人本 就應該要有的這個價值 所以我們就說 從人的根本價值來出發 那我們常常說 用一個自然權利的觀念來看 為什麼別人不能來虐待我 因為每一個人就不應該被虐待 這是非常清楚的一個說法 那第二個是說 我們從反抗壓迫的這個角度來看 因為這個社會當中 非常不公平的壓迫 所以我們覺得 這樣子的壓迫應該被去除 那應該被去除呢 的時候 我們就說 那些被壓迫的人 他應該擁有什麼樣子的權利 那國家 當國家來保障這些權利的時候 可以免除這樣子的壓迫 所以這是第二個說法 那第三個說法是說 從一個社會區別論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 這個John Rawls是美國一個非常有名的哲學家 他在1971年的時候寫了一本書 叫做A theory of justice 我們把它翻譯成正義論 就是說 假設 他的說法是這樣 假設我們每個人都把你經營起來 然後來談說 我們的社會制度 應該要長成什麼樣子的時候 那在那個無知的念殺之後 我們比較容易採取一個 完全公平的角度來想 每一個人應該想要取冠自己的權利 那你如果不知道 就是說在無知的念殺之後 你不曉得你自己 在社會裡面是處於優勢者還是弱勢者 所以在你完全公平的時候 你會想要爭取說 每一個人應該要有相當的權利 免得你面上一打開才發現自己是弱勢者 所以我們大概有幾個理論上的方式 可以來說明為什麼人應該要有權利 那這個權利的發展其實並不是一開始就有 或者是一開始就跟現在長的一樣 那這個有蠻清楚的歷史的脈絡 一開始大家可以想像在封建制度之下 大家都受到王權受到你的地主的非常多的壓迫 所以一開始我們想的是公民權 就是說每一個人的人身自由 思想的自由 宗教性的自由 應該要受到王權 那這個大概是從十八世紀就開始在談了 二十九世紀 大家才開始想像說 應該要用民主的方式來決定一些事情 那個就是我們現在剛剛去導師所談的政治權 那到了二十世紀的時候呢 我們才開始談經濟社會權 那我們可以有一個對照是說 在談公民權的時候 我們常常是希望去限制政府的權利 因為公民權最重要的對比的概念就是自由 所以自由常常最容易受到干擾的來源就是政府 所以我們在談公民權的時候要來限制政府的權利 可是在經濟社會權的時候呢 我們看到另外一個現象 就是說如果我們放任政府放任這個社會資產去發展的時候 那我們人類的社會就反而就像草民大 譬如說這會有落落長期會 那這個事情出現 那因此我們反而這個時候希望政府去提供一些防障 所以經濟社會權的核心概念是防障 所以我們就可以了解說 我們在為什麼我們剛剛需要花那麼多時間去談政治權的原因是 一方面我們希望節制政府某個部分的權利 二方面我們又希望政府擁有另外一些的權利 那該如何決定呢 就是透過人民的參與 來決定政府可以做什麼 不可以做什麼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希望那個 君老師先講政治權的部分 那其實還有我們所稱的第三代人權 就是說公民政治基地社會權都是保障每一個人 但是還有一些權利是屬於集體的權利 那譬如說自覺權 台灣人你想要怎麼樣 這是屬於全體台灣人的權利 或者環境權 因為你學地球共享一個環境 和平權發展權 我們需要什麼樣子 要把台灣發展成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就是我們共同享有的發展權 還有一個是真相權 就是說我們需要知道歷史上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才知道要有對待歷史的一些儀式 所以那個也是一個權利 好 那我就開始講經濟權的部分 那經濟權在聯合國的經濟社會文化的權利 所以國際公約裡頭講的就是這幾個事情 一個是工作權 第二個是社會保障 第三個是世主的生活水準 就是說我們為了要讓每一個人都活得很有尊嚴 至少每個人都有相當的經濟上面的保障 最容易做到的保障是什麼呢 就是讓大家都去工作 對不對 所以讓大家有就業的權利 是達成保障的第一步 那可是在就業的主要部分呢 我們在經濟回公約裡面寫的第六條 就是講說政府應該要確保每一個人都有工作的機會 但是講這樣子的時候 其實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說 我們之所以有些人比較容易享有工作機會 另外的人沒有 是因為我們的社會當中存在著非常多的各式樣子的歧視 所以政府的義務在這個部分呢 其實是去消除所有的歧視 以便讓每一個人都有公平的機會 可以來參與我們的社會經濟活動 所以這是第一步就業的權利 那第二個呢是政府應該要去保障合宜的工作條件 那工作條件就包括工資工時 或者是我們工作的環境的安全或什麼標準等等 這些都是政府應該去保障的 那還有一個集體的勞動權就是在講說 我們要有組織公會的權利 要用這個基地協商的權利用罷工的權利 那在剛剛講是在政治領域的民主 但是這個很清楚就是說 在經濟的領域我們也需要民主 那這個民主就來自於說 在一個企業當中 所有的在那邊工作的人 都應該享有決定這個事業要如何發展的權利 那這個情形其實在台灣是不必變的 因為我們都習慣於說 這個企業呢 譬如說他有一個董事會 那董事會就做了一些決定 對不對 然後就有這個CEO有執行長 來這個 來這個經營他的公司 所以一般的受戶者 他其實沒有什麼發言權 對不對 那唯一如果受戶者的權利 受到這個僱主的要禍的時候 你如果去找僱主 那僱主可以很容易跟你講說 那你不要幹 走吧沒有人留你 那什麼時候僱主才會聽你的呢 就是說當這些受戶者都團結的時候 我們一起去跟僱主談的時候 僱主跟這個受戶者當中的權利 才會比較平衡的 因此我們需要有組織公會的權利 那就像剛剛委群老師說的 我們在很多的情況底下 會把這個權利偷偷的把它 掩藏起來 讓你不知道你其實擁有那樣子的權利 那在台灣過去的歷史當中 其實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政府透過的各式各樣的方法 做個層層的規定 使得大家要參加公會是很困難的 一直到民國一百年的時候 這才美國之前 通過了新的所謂的勞動的新的三法 就是這個工會法 還有這個 是這個一處理法 跟他有一處理法 那一處理法 所以有了這些法之後呢 我們才有這個跟老闆這個 組織公會長跟他線上的這樣子的權利 那但是即便是那樣子 到目前也還是有點困難 比如說有個規定是說 企業公會必須要有三十個人 才能組公會 那台灣有這樣多的中小企業 就是你沒有三十個老公 所以就不會有公會 那當然你可以組另外形式的公會 但是其實都有一點 技術上面的特產 這個是第一部分 先講工作權 那第二個部分是講社會保障 社會保障其實有兩大類 第一大類就是社會保險 譬如說各位可能有人加入工保 老保對不對 那或者如果都沒有工作 你就有國民年金保險 意思是說你現在慢慢交錢 然後呢 希望你到沒有工作的時候 才有無論的保障 所以社會保險是一大部分 那另外一種社會保障是 不需要透過保險的一種社會福利 譬如說 你有各式各樣的國家所給予的社會輔助 那你是不需要交保費的 譬如說低收入的保險 那你就不需要交保費 那是國家就有一定的 活力的方式給予你 所以社會保障就有兩大塊 社會保險 社會福利 那第三個是說 應該要有氏族的生活水準 那這個 在聯合國的這個說法裡頭 包括三部分 一個是 你應該有一個合理的房子可以做 有乾淨的水可以喝 然後呢 有足夠的營養 這個是第三個權利 那這三項權利呢 其實又跟我們的社會權是有關係的 社會權就是 健康權 交易權跟家庭保障的權利 包括這個母親 小朋友跟青少年的發展權利 這些是屬於近期社會恐怕權 好 那 這些是我們應該享有的權利 但是其實 政府到底應該做什麼 比較不是那麼清楚 不像說 我們在 在公立政治權的時候 如果政府做錯事情 它侵犯了人類的權利 是比較容易判斷的 但是我們如果講說 我的收入不動 是不是 我沒有辦法能滿足我的生活所需 是不是就表示政府侵犯了我的經濟權呢 這就比較難判斷 所以我們必須去了解說 因為你有這樣子的權利 因此政府相對應的 它有什麼樣子的義務 我們在台人權的時候 常常會把你的權利去找出來 應該負責 應該提供那個義務者是誰 這樣我們比較釐清誰應該做什麼 所以在權利的部分 其實政府就有三種 就是說三層的義務 一個是尊重的義務 就是說政府它不可以帶頭來侵犯你的權利 第二個是保護的義務 就是說它有保護你 免受第三人的侵犯你的義務 那那個第三人可能是你的僱主 或者是你旁邊那個排放污水的工廠 政府要有保護你的那個義務 這個是保護的義務 那第三個是實現的義務 譬如說政府來提供全民健保 或者提供非常容易進步的這個國民教育 那這個是政府要提供的義務 所以它就三個就是尊重 保護跟實現 那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居住是我們的權利 那政府的義務是什麼 政府的尊重的義務 第一個它不可以帶頭來把你趕出去 所以政府不能說 這個我要徵收了 所以這些人要趕走 政府就是不可以做這種事 除非它經過適當的法律程序 所以它不可以任意的把人驅離它的負窄 這是它尊重的義務 那保護的義務就是說 政府有義務要去確保說那個租金是人民所可以負擔的 以及確保說那個房東不會隨時把這個房客把它趕走 這個是它保護的義務 那它的實現的義務就是說 它要採取立法或者其他的措施 來實現每一個人都有住房的權利 這樣子的義務 例如說它可以採取社會住宅政策 它就立了一個法 說我們要有多少的社會住宅 使得你要租房子的時候 你有一個深的住宅可以來住 那那個深的住宅的妙處 例如在於說它政府可以提供多少住宅 直接的來提供人民 它有一個很妙的作用就是說 當你的國家有很多的社會住宅的時候 那政府其實可以去調整那個租金 當你這樣社會住宅的租金定在一個程度的時候 那別人要去炒房租這個事情 就變成比較困難 所以政府可以利用社會住宅 來調節我們的這個一般人 即使你不是社主住在社會住宅裡面 你的房租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用居住權來做例子 大家可以了解 尊重保護跟實現的三種義務 好 那接下來我來講說 我們要減緩這個民工軍有什麼樣子的手段 那我要講三種手段 第一個是說要來保障工作的收入 那保障的工作收入 第一個是保障大家就業機能 就是效果的激勢 那第二個是說 政府要來訂定一個比較合理的工資 那這個工資我們想像當中應該是說 假設是一家四口 其中有一個人去工作 那這個人的工作所得 應該就要能夠回顧他們家的這個基本的開箱 基本工資應該要有這樣子的一個計算的一個方法 那但是我們在跟這個勞動部 在或者是其他人 衛福部其實也是一樣 衛生部他們在談的時候 就說他們不知道基本工資要怎麼算 所以目前台灣的基本工資 都是經過一個協商的一個程序 那地方說這樣 然後政府就說 我們來取的工資金 就常常就是沒有辦法滿足這個勞動整個需求 那再來就說政府應該要來保障 因為現在有非常多的不典型的工作型態 包括任何公司 以及公司的公司 那我們政府必須要立法 可能要去限制 什麼樣子的情況不能用太成功 或者是什麼樣的情況不能去限制 他變成一做一個長期的工作 他就不給你長期的簽約 他用你每年去簽約 那這個都是缺乏對於勞動者保障的一些做法 那政府應該 我們還是要從立法的角度去處理 讓他去免除這樣子 便於壓迫勞工的一些法律 因為要去除掉 那第二個手段呢其實是財富重跟配 那財富重跟配 因為有兩個做法是得而為意的 就是說你要提供足夠的社會福利 那要提供社會福利 你就會夠多的稅收 那所以稅收跟社會福利是 我們要滿足財富重跟配所需要的一個工具 但是我們現在會想不到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對於財富重跟配 我們的想像是什麼 我們會不會覺得說 對於富人來抽稅 到底是合理還是不合理 多高叫做合理 例如說我們的遺產稅 到底應該要很高的稅還是要努力的稅 因為很高的稅的時候 可以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把每一個出生的小孩子 都看成是平等的 所以你如果正好生在一個很有錢的家庭 跟你正好生在一個比較沒有錢的家庭 那這兩個小朋友出生的時候 他的這個 你幾乎可以說他這輩子的命運 就已經決定一半了 如果我們真的相信說 每一個人應該生而平等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支持說 那遺產稅應該課重一點 然後給每個小朋友足夠的津貼 使得他不管是多貧困的家庭 那個小孩都得不到足夠的照顧 那這個是我們應該去想的 我們如果沒有去想這些事情 然後直接來談說 到底要真正要解稅的時候 那我們這個政策後面的想法 跟各位的這個民意的支持或反對的 那個根據就是很薄弱的 對不對 所以我想要講的是說 我們在談說 每一個小朋友應該有多少權利的這件事情 就要演變成我們應該要對婦人課增多少稅的這樣的一個想法 然後讓這個想法呢 帶到國會裡頭去討論 才能夠生出來說 一個合理的稅制的這樣的一個設計 免得比較常見的情況是什麼呢 就是說有權的人他比較容易親近國會 對不對 因此國會訂出來的法律就長得比較像是保護有權人的這樣子一個制度 那這個正是我們今天所要講的就是說 這樣子的事情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國會是我們都選出了某一種類型的人來幫我們代言 或者是我們把它選出來代言之後呢 它會憑從某一種政治上面的施力而忘記了說它要代表我們的利益 對不對 所以唯有通過國會的選制的改革 讓不同的聲音進入到國會 我們才有辦法去提升國會裡頭的那種審議跟考慮的體質 只有在那個時候我們才可能比較趨近於一個比較平等的社會 那第三個其實也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除了去重視說你有多少錢之外 就是你能夠獲得多少錢 包括你的從工作或者從政府的津貼得到多少錢 另外一個就是說我們其實也要去管你的錢的花到哪裡去了 那最重要的一個事情 我們所有的支出裡面可能最大的一筆開銷就是為了住房子 不管你是買的用租的 它都去大概會耗掉你的所有的一生的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 對不對 那假設你是地主就可以很高興 因為另外一個人要他三分之一的生命 在幫你奉獻你的財富 所以擁有土地擁有房子跟沒有 那就幾乎跨分了社會當中誰的經濟壓力是比較重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為了去緩和這種財富的這個部居 除了去重視收入之外 我們也要對於房價跟其他的物價要有適當的調節 那調節方法之一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社會主角 方法之二呢就是對於房子跟土地來克比較重的稅 那克這些財產稅而不是所留的稅 對財產克稅 然後用這些稅勞 來做為社會住宅的這種來源 那這樣子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讓我們的這個最重要的資本之一 就是我們的土地跟房子可以比較平均的分配 那為了做到這件事情還是通過一樣的程序 我們必須明確的能夠討論出來 這樣子的原因是什麼 這樣是不是道德的 還是說一直都找夫人開道的是不道德的 如果我們自己沒有辦法通過道德的檢驗這個步驟的時候 怎樣做才是對的 那我們就不會有一個清楚的社會政策 所以我還是在這邊跟需要是做一樣的這個鼓勵 就是說我們不要讓政府把政治變成一個原理 我們之所以冷感是因為我們沒辦法參與 一旦我們可以參與的時候 我們就要把這些從道德的層面一直到分配的哲學的層面 把這些層面帶進去國會裡頭 這樣我們的這個進度才有可能變成一個可接近的跟更平均的一個社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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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